哈喽邱导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邱导我们又来聊你的新作品 来介绍一下花落盛开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这故事很有趣 我们大概三年前 接收了科学会的委托 然后去拍摄一部 童花下的李三人生的故事 我们刚刚介绍的题目的时候 很大我就说 问科学会的展观说 有没有什么一个focus的目标 他说没有 我们其实是最开放的 尊重导演的创作的理念 这反而是让我们着急的 因为这个题目很大 怎么去找故事 所以我们大概花了一整年 第一年都在做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非常的重要 我们大概从台北 一直走到东西 拜访的每个客家庄 客家的三层就对 是就是台南线上的那些客家庄 我们要到个地方去 其实也不熟 所以我们的方法 就是先找在地的领路人 比如在地的发展协会 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请他带我们去看 所以我们运气很好 我们一路走到石潭 碰到了李叶欣老师 他其实在在地 经营这个地方人史文化很久了 他就带我们 他其实也无意间带我们去看了一个 98岁老先生 一个太原堂的一个拍摄场景 我刚才讲说 我希望一个三合院的老房子 里面还住个老先生老太太 最好还是过那种烧彩的日子 最好 所以他就带我去看 所以那天 我一看一个98岁老先生这么见朗 然后他们家的场景 我一看 几乎就跟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 李山台湾 我在美农小时候生活故事的场景一样 我曾经在美农住过几个月 那个阿嬷的故乡 所以那时候还要挑水喝的日子 然后跟着牛 去田里面工作的日子 然后每天 就在野外玩水 然后烧财 这样的日子 剪财烧财这样子 结果这户人家到目前2003年的现在 还是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这个场景让我非常非常的压抑 那在细旧 在多聊天的时候就发现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照顾的故事 其实我们从台山线一路走过来 我们好几个轴线在同时拍摄 那发现说其实后来到台山线上 因为大部分五年年代 我们这一代的人 大概经济有了基础以后就离开家乡了 所以台山线上的人口外流非常的严重 是 石潭甚至是我们知道苗栗县 这个人口外流最严重第一名的地方 曾经人口最多的时候 这个一万两千多人一年 到现在只剩下四千多人了 那曾经到什么阶段呢 就曾经到连住乡的医生都没有 连在地的医生的基本医疗招呼都没有 那个老人家还要跑到头份去 跑苗栗去看医生 所以这个过程很辛苦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我刚才讲说每个家庭都有个照顾的故事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爷爷98岁一个人在家 奶奶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的二女儿离婚之后 回到家里来陪他 家里还有个外劳 我们就在这边拍了 密集的拍了一个月 去观察他们的生活 哇觉得真的超精彩的 阿公的98岁 其实我有时候想说 活到98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阿公还很健壮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阿公98岁了 他每天要骑着他那个山上那个农机的运输车 我们都讲说他是山林法拉利 他看一下讲说他的车法是0857 085级 所以街上的人都认识他 他也是这个斯坦老街上的骑老 实际上他是大概50年代那一代很精彩的人物 这样的 那每天就骑着车 那其实家里会担心 不让他骑车 所以在这件事情的 不让他骑着这件事情的争执上 就有很多爆点出来 那曾经是奶奶刚过世 不到20天 那爷爷很伤心 阿公很伤心 就坐在椅子上 20天就是没有办法走路 就是伤心就难过 就只坐在椅子上 很难过这样 就20天之后竟然脚不会动 脚没办法动 脚没办法动 然后如果你又要骑着车子出门 家里人会很担心 所以那时候在疫情期间 又因为是疫情期间 家里也怕他出去会感染这样 所以就骗他说 这个车子坏掉了 这个送到街上的农机行 去修理车子坏掉了 那希望阿公不要骑车出门 阿公其实一整天 如果是窝外家旅 他是关不住的 每天早上一定要 从家里骑车到斯坦 街上去绕一绕 去看看老朋友去买买东西 然后在心满意乳 买一份报纸回家看 这才是他的生活 所以我发现活到98岁 其实你就是有很多很棒的生活习惯 不容别人改变 或是那个 所以当这个习惯被改变的时候 阿公就很生气 说不让我开车 我就没有男人的自尊 你叫我要拿着拐杖 你要走的不可能吗 你要叫外老骑车载我 那我才不要 我是一个有自尊的男人 即便他已经98岁 所以你知道 在外人面前他不拿拐杖 他宁可这样子 弯着腰然后慢慢慢慢这样走 他也不要拿拐杖 其实常常跌倒 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常常看到跌倒这样子 可是他还坚持男人的自尊 所以这个过程就有很多冲突 所以他最后跟我们讲说 跟他的女儿讲说 除非你要把我的脚夺掉 让我不能踩刹车 绝对不可能说我不骑车出门了 那最后大家还是屈服了 最后还是乖乖的弄这样的老板 把车修好让他回来 那唯一能够补救是什么呢 就是到街上到处广播说 这是98岁的过后 大家要注意他了 因为阿公也是翻车好几次 你知道吗 很危险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阿公固执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 让我很感动的是 我看到了过家的女儿 其实阿公一个人在他那个年代 其实我开始对阿公98岁 为什么他的价值观会是如此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 价值的对立 我就开始很好奇 我就试着去了解 阿公生活时代的那个背景 所以常常事实上我们跟长辈讲说 我们有代沟有什么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 不是处于他生长的那个年代 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价值观 去看他的生活习惯 会觉得我看不习惯 他也看我们不习惯这样 那如果我们试着去看 你想想看阿公 我去发现阿公的老照片 我说阿公你老照片据我看 我就发现说 我看到他一张18岁的时候 当日本兵的照片 民国34年他18岁 当日本兵的时候 在日本兵队他拍一张照片 那你看接下来就是迎来 在过世里民国38年 国府到台湾来 就迎来国府 他说他从一个日本人 就突然变成一个要讲国语的 台湾人或中国人 所以你看那个年代 甚至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 就要开始国府来 又就带来很多美元 30要出口振兴台湾的经济 所以就开始要很多美元进来 很多新的技术进来 所以这一群也许连小学 都没有毕业的那一代人 事实上就开始了 扛下了振兴整个试探经济的重镇 所以那一代人有谁呢 我后来又找到一本书 很有趣 那本书事实上是过去 广播电台的记者 一个试探的朱棣的记者 叫做黄梅生先生 他在当的广播电台记者 他叫朱棣 所以他每天都发一篇稿子 那个稿子的手稿留下来 最后他儿子帮他 汇集成一本书 叫做试探消息 我好兴奋 我看他几乎是那个时代的段代 他从民国50年到58年 这个段代 所以这个试探消息 每天都发两三篇稿 我就开始去翻 哇原来阿公生活 是那个年代 是什么样的年代 我就里面找到一个人 就是说有关于农业的 有关于地方大小事的 都有一个人在带领 那个人叫做杨仙进 那杨仙进是谁呢 杨仙进是现在科会主委的爸爸 杨仙正的爸爸 所以那个关系我本来还不清楚 我只知道杨仙进这样 那我去找 那我看到 阿公的一张照片里面 就是一个西装壁挺的男人 就是你想看那时候 这个 都要出去参访 他们就是为了要家乡的面子 大家都要穿西装 其实西装根本穿不住 所以最后在合影的时候 还有四个人蹲在前面 把西装拿在手上 只有杨仙进是一个人西装壁挺的 穿满满的这样 那拍一张照片在那个竹南的须目 怎么要唱里面 就是养猪 去学怎么样养猪 这样拍下那张照片 我后来问阿公说 这个里面照片的人是谁 是谁 他就一一跟我讲 这个是我 这个是杨仙进 这样 这张照片我们最后把它放在这个 纪录片的最后面的音乐感响起的感谢名单里面 在今年的8月8号 我们在做这部影片的期末报告的时候 那个杨仗正主委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说等一下 有张照片我想确认一下 这样我们把张照片停下来 他走近一看 这是泪光散散 他说这是我爸爸 你看他多帅 当下所有人讲说 这是我爸爸他多帅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爸爸这张照片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爸爸 所以这张照片是藏在了国家的相簿里面 那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 杨主委一直给我们最开放的态度 事实上我们对诗坛的 再怎么样做庭业调查的感受 都不给予他 他事实上是一个文艺青年 他跟我们讲说 你没有拍到这个竹林上面白云飘过的阴影 你没有看过我窗前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窗前 那很早起床 你可以看到那个太阳光这样慢慢慢慢移动 那向东排 因为他他那个前面的山脉从黑到亮 慢慢慢慢移动的光影这样 你没有闻到那个四个季节 这个乡亲们在街上赛萝卜赛萝卜干那些味道 他跟我们讲的 我听得很感动 但是我也很担心说我拍不出他要的画面这样 那所以他一直跟我们讲 那甚至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就真的走从主席台上走下来 说你们的电脑借我 他开启那个Google Map 他跟我们介绍什么叫做石坛重骨 什么叫做浪漫台三线 那原住民跟跟客家人的冲突是什么 所以从这件事情以后 他一直在鼓励在第二次其中简报之后 他就一直鼓励说 你们去把范围 其他的走线不要拍了 就把范围focus在锅火炎的身上 那我到后来才慢慢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一直要我去拍锅火炎 事实上他是在从锅火炎的这些行为上 去重新认识他爸爸 因为客家男人其实是很严厉的 很少跟孩子有沟通的 他一直很想鬼一天爸爸找走 他一直很想知道说他爸爸那一个年代 到底做哪些事情 有什么样的过往 就情感的投射就对 事实上就是一个情感的投射 所以我们就顺势去拍了很多老先生的画面 就发现哇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老先生 就是他的价值观 但是已经活到98岁 事实上有些行为像三岁小孩 脑关掉去 他记忆会忘记 比如说在这个 错乱 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冲突的事件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讲李三 如果我们讲李三的环境 这个从2008年联合国开始提李三倡议这个事情 就是希望说大家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么便利的年代 去回头思考 我们住在山上年代 之间的价值 那个价值的差异 我们能不能去回到这个李三的年代 事实上不可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客家人 香港客家人 我们再往前推 100年 回到郭河委员的小时候 郭河委员曾经跟我们讲一件事情 我就说 你小时候有没有跟原住民冲突的记忆 他说有啊 当然有 他说 他就拿他的户口明目给我看 户口明目上有一栏 有两个小孩子移到他们家里面的户口里面来 我说他说这两个孩子 就是他姑姑的孩子 他姑姑跟他故障 当年为了寻水田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 这个客家人来得晚嘛 所以他们只能往山上走 山上走 事实上他们的 的耕作的范围就跟原住民的冲突 那所以当时当然会有很多这个大家团结 客家人团结合作 把原住民赶跑了 可是原住民还是很生气 因为这是我的领域 那尤其在山上用水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打游击战 对他们就打游击战 所以他们就设陷阱 你知道他就把水截断 你水一截断你就要来找水 到你那里水管断掉了 找水管断掉的时候 他的股长跟姑姑就被原住民猎人头去了 那留下两个孩子 只要他们叫带养 遗孤带养 所以他对原住民的记忆是这样子 所以他说他那年轻的年代 没有民国 民国差不多三四十 我们讲民国三十四年 他开始要 他就独子 他一个人就要肩负起一家十几口 的种子蛋 所以那是唯一年轻的男子 他爸爸也老 唯一年轻的男子就只有他而已 他说他这事给我们听 他说一口人 一口人一年要准备六百斤的骨子 才活了下去 所以能够坐梯田的地方就坐梯田了 种稻子 先养活温饱再说 可是还是不够 小时候要上学 还是有很多费用需要 需要帮忙 所以他们就开始 在山上要种一些其他东西 所以你看看 客家人晚期到山上来的时候 第一个先把原住民赶跑了 赶跑之后 接下来我心还没有器具 还没有工具 还没有种植的技能的时候 我只好先怎么样 我现在先采集 所以你看我们早期是采章 我们在山上采章 对不对 做成蟑螂丸 做成什么 采章 那接下来有一些技术 就是我们的梯田 种稻子之外 那旁边的边坡就种什么 种这个茶叶 所以整个台湾县原县那个茶叶 茶经这个故事 就里面就讲这个故事 种茶叶 种香茅 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香茅的 这个斯坦 斯坦那个香茅的产量非常大 香茅工会的主席是斯坦人 那种香茅 还有种什么 种油桶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山线上 看到的每年 这个童话季 看到那么多漂亮的白花 从空拍上看到那么白花 的油桶事实上是这样来的 在早期我们看到的童话 事实上是生活的产业 而不是为了要看花 不是为了好看 不是为了好看 是为了活下去 所以种油桶 所以开玩笑讲说 那么客家人说 我们对油桶树子看 那个花有看没有到 我们都在 我们都不是在看头上的花 我们都在剪地上的桶子 所以最主要 种油桶树 最主要是他要他的油桶 油桶子 他可以去剥壳以后 炼油可以做成那些防水的材料 所以早期日据时代说 他是很重要的军事物资 像美容的油脂散 防水材料 或是铜油可以涂蓝绳 让他可以防水耐用 诸如此类的 到后来化学的防水材料出来后 铜油就没有用了 满山偏野的油桶树 不再有经济价值 那知道怎么样 我得在想其他办法 让他有价值 所以油桶树有的就砍掉了 种竹子 所以你现在到整个达曼台线上去 到试坛上去 你发现试坛的四分之三的面积是竹子 很漂亮的竹子 贵竹笋 可是这么大面积的贵竹笋 早期 在早期 像我们还有一些农作的时候 这贵竹笋的竹子砍下 可以搭那个菜价菜棚 所以竹子的价钱还不错 那竹子还有很多 他的边际消炎 比如说他涨贵竹笋 贵竹笋还可以卖 还可以加工生产这样 可是到现在塑胶产品出来以后 大家不再搭那些 用竹子搭那些菜棚 用塑胶管 然后所以竹子的价格也没落下来 所以试坛四分之三的面积是竹子 可是他的产值非常低 到现在连试坛唯一的竹笋的加工厂都停掉了 所以也就是因为事实上 也不是说因为人口外流 人口外流的关键一定是连带的圈链一行 这个蝴蝶笑一直说 你没有工作了没有产业不能赚钱 我只好移出去了 所以试坛面临的困境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看懂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说原来 科尔会一直在推的所谓童花季 1.0 1.0版 就是我们是客家的前辈们 用油桶树是生活的产业 是生活的根本 2.0版在叶菊兰主委当科尔会主委的时候 为了要振兴这个台山线上的旅游产业 或者是文化的产业 让更多人愿意因为童花 走入这个客家庄 去看到了客家的文化 客家产业 客家的生活游戏 才办童花节 所以那时候办童花节的出众是这样子 但后来就有很多人批评说 这个油桶树 你们广众油桶树是中外来种破坏神态 很多酱民 事实上破坏神态是那些 后来做的公园 在平地上也到处中油桶树 我觉得那就不好了 所以3.0 新的洋常会客委会主委 他的观念也很正确 其实他爸爸就是袁医商 洋事总苗航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非常不以为 他说我有机会的话 我应该把这件事情谈清楚 所以他说3.0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客会的活动 在南曼台的现场叫做花拉比伯 对 花拉比伯是什么意思 刚结束的活动 对刚结束的活动 什么叫花拉比伯 当然那个形式还是有点表面的 但是客会主委真正想看到的是什么 希望更多人走进台湾的山林 不只看到五月的油桶 你看到油桶花只有五月四五月吗 可是想想看现在 台湾的山林是每年都在变化的 各种不同地区 在油桶花之后还有相思树 跟它半生的相思树 黄花也很漂亮 你看我们的空拍里面 黄花都很漂亮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像这个季节 无患子 黄色金黄色叶子 所以你看在台湾低海拔 你说1000公尺以下 我们很少看到 有金黄色会落叶的叶子 我们曾经在这个纪录片里面 有一咖 有一幕 光是那个10秒钟的画面 我花了10万块钱 就是那个空 一棵油桶树很漂亮 一棵油桶很漂亮 主委希望说让我们用空拍去固定轨道环绕地拍一年四季 所以每一个季节我就要花两万五去拍 然后最后把它串成一个10秒钟的画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画面是从春天嫩叶长出来了 然后花开了 然后夏天叶子全部都全部绿色的叶子 然后到秋天金黄色的 然后到冬天枯叶掉下来了 就10秒走过世纪就对 对10秒走过世纪 所以我们最后一幕 那个老先生走过阳长镇老家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走过一个 一个时代的结束 可是也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 所以这个案子这样子 当时接到这个案子 可是刚好跨在疫情的这段时间拍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在实务上非常的困难 对 那时候其实 我们要求大家把口罩拿下来 因为如果大家戴着口罩拍 我实在是拍不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没有表情 然后来还好那时候文化部有 到台湾的英文疫情还做得还不错 文化部也颁布了一个拍摄的指导原则 就是拍摄当下可以 对拍摄当下 就保持距离 然后口罩可以拿下来 但我们也对阿公很担心 如果说因为我们自己去 从台北下来去他们家 然后把病毒传给他 我说我们一直非常担心 所以我们要每次要去拍摄之后 我们自己都做COVID-19的检测 我们先检测 至少不要把病毒带给阿公 还好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虽然辛苦 但也记录了一下当时疫情的老街 也拍下当时的情况 那还好 所以郭火炎他现在每天的作息 就是早上一定会先到农机航 去聊天 然后有几个位置大家在那边聊天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像刚才农机航是很精彩的 其实我们第一次去农机航的时候 我们本来想拍农机航 因为农机航那边开玩笑讲 当地的年轻人讲说 你们农机航那些都是那些老先生 就是诗坛的曾经汇报 就是说这个权力中心都在这里 也说那些老先生诗坛就过去的地方 上了代表人物嘛 对 什么一名庙主委 地方诗生 地方诗生对 所以他们在那边就决定了诗坛的大小事这样子 所以你要打听八卦 要决定大小事 都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这个甘顺帮我们还想当 当第二男主角 那因为他的故事也很精彩 我们都讲客家人小气 但是其实从他身上我看不到这些事情 他其实对自己非常直接 一个钱会打理财系的感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对感恩图报这件事情 做的让我非常感动 比如说当初诗坛 要往那个仙山灵动宫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过尾他们家班路上那条路 你如果从诗坛消息的这本书里面 看到那条路的开发的过程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连一开始是连产权都没有 那第二是找不到钱 盖这条路 那政府的钱也有限 这地方诗生就集资 就是要改成这条路 从石头路开始 可是要买地就没有钱嘛 所以当初就有一个台北下去的人就 反正他比较眼光就先买了一块地在那边 那个路要经过他们家的地 他二话不说就说 那我把这块地捐出来 给你们盖通往石山的路 这样 所以这些老先生们都非常感念他 所以就说好 那去他们家拜会 就说要感谢 这个捐路的先生 是他自己成立一个真善美激经会 其实除了他他非常投资有方法 所以他也做了很多好事 这些真善美激经会都是在照顾这些 这些唐诗证的孩子 所以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发现 哇原来他自己都还照顾这么多人 还捐的地要帮助我们 所以他们就说好 老先生们就集会说 那我们也尽我们的预分能力 开始每年捐密给这个真善美激经会 所以像一例捐捐捐捐捐了20年了 捐了20年 从60几斤到600多斤成长十倍 所以你看他们平常都很省 你看他那个农经好老板每天在那边数钱 可是省下的钱 他儿女儿帮他代售 代售跟搅货钱一样 这些都是善款 然后去捐钱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让我看到了很多标签字底下真正的人生 往先生那条路其实蛮陡的 对一二四线到 可是那条路其实非常的漂亮 我在这边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拍摄期间 我常讲说我在这个拍摄期间 决定了拍摄目标之后 我通常最少最少都是两个礼拜去试坛一趟 大概每次都住三天 我就住在山上林栋宫 他有香客大楼 因为最便宜 香客大楼他也对我们非常好 就是一间四人房给我们1300块钱而已 我觉得那是非常 然后最主要是他山上风景非常漂亮 因为林栋宫公司 刚好是看整个四南纵谷 然后云雾尤其是春秋两季的云雾 云铺非常漂亮 仙山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 就是都早晚出没 看了好多仙山上的野生公物 来来回回回 那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公车站有一群猴群 所以在那个纪录片里面 有一只猴子张牙舞爪的 跟我们凶那个 那个就是在那边拍的 那我们也利用了三台红外线照片 去拍野生动 我就说我们常常遇到 可是每次遇到都不好拍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一定要让他们拍出 他们最自然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哪里拍呢 我们就在郭家的院子 旁边他们的后山100公尺而已 离他们家的房子就100公尺而已 我就射了三台 我就大概看了一下 用模仿猎人的方法 动物出没每天早上他上去 要出去下去 吸床河床喝水的路线这样 那加上国家跟我们讲说 他看到哪里有什么动物 我们就伸了三台红外线照片 哇一色不得了 这个晚上的动物多到我们吃惊 就是三腔是保证班 三腔很多 三腔之多的 三腔我们甚至可以记录到 我们记录到一只小三腔 从刚出生的小三腔 到我们纪录片拍完 他就长大长脚了 那三腔是保证班 然后我们也拍到这个食虎 那二姐也跟我们讲 国家二姐也跟我们讲说 这食虎很凶 会跑到我们家来偷吃猫食 会跟他们猫抢东西吃 我们也拍到了穿山甲 然后很多幼欢白鼻心 还有这个专门吃螃蟹的 这个中梭猫 所以身材非常非常丰富 那这些那这些丰富的身材 事实上跟人共用一条路 有时候这条路 我说开会一下讲 我们这个镜头 故意对着一条路拍 这个镜头 这条一条45度的山路 白天是郭二姐走过去 阿公开旗的农机车下来 晚上就是动物在那边走来走去 传说 所以其实客家人跟生态 跟山林跟李山 就是如此公生 就是如此公生 很精彩 好秋导最后讲一下你这部片 这个也会上映 对不对 是 是 接下来其实我们 人家说我们是傻瓜 其实我每次拍的影片 都免费给人家看 因为第一个 这个是纳税人的钱 拍的影片 不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就跟科尔会报告说 如果他们的版权可以开放的话 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因为拍影片最大的目的是 让更多人去看到 然后去感受不同同温层的生活 进而你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才是纪录片真正的力量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几个厂次的安排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9月5号会在师坛 为了感谢这个师坛的乡亲 那因为主委也非常兴奋 所以我们也特别自己掏腰包 这还不是科尾会出的钱 我们自己掏腰包去师坛 办了一个全球封街首映会 大概只有200个人的厂子 让大家开心 然后也炒米粉 招待乡亲来吃 所以就在街上 对就在街上 就在那个图书馆前面 就是农机行附近而已 街上风街 那9月26号有个媒体的首映会 在华山的光点 那9月29号有一场是开放给大家 可以报名参加的 我们会在粉丝业上 这个有个口碑场 就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次的场次 那天我们会特别邀请刘克湘老师 一起来担任这个饮宴人 对 这样子的角色 然后那天会有 看完会有座谈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三场结束之后 我们现实上现在 一直在跟电视频道 取得排档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是 已经有表达一月是公共电视 客家电视台 华视新闻杂志 滚动录音频道 大概有些电视频道 已经同意排应了 大概会在10月底上映 那除此之外 我刚才讲说要让更多人看到 现在我们在粉丝业 大家热热腾腾的都说 我哪里可以看得到 我可不可以包场之路之类的 我就说好 那我就放 10月5号 我就会放到YouTube上面 让愿意看的人都可以去看 但是有人讲说 我就在家里看YouTube还不爽 看大一幕 那我们就可以包场 你再找我们来包场 那现在其实 因为很多电影院规模也不大 你说二三十个人的一场 只要付 照电影票的价格付给他 我们就可以来包场了 对 还是有很多小厅可以包 对对对 我想这个就是看大家的医院 我们可以随时配合这样子 所以这个长度是本来 你就预期规划这样的长度吗 其实我们本来想拍90分钟 比较适合两小时 对因为我想说你们拍了这个三年 对对对 很多素材应该没有捡进去 对对对对对 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会再捡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参加比赛版本 竞赛版就对 对对对对对 那会更有张力 更有张力 来美一定会有家族冲突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郭火炎 他还是在家里算是比较强势 还是挺大的 我们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最难的就是怎么样去表现阿公的生气跟严厉 可是你知道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 他我们知道镜头在那边 他绝对不会生气 所以唯一 唯一进入到一点 就是你看他在扫墓的时候 扫墓那一场最精彩 扫墓那一场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家族的组长 就是家族的领导的人 那就会指挥儿子怎么样 怎么样 以后我要躺在这里 你扫墓有方法要对不然会漏水 你看这整个那么多儿子 只有长子就是好不好 就是长子你看爸爸说什么 就是默默的蹲下去坐就对了 小儿子会顶嘴 长子就是默默的坐 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就可以看到出阿公的脾气 另外一个场合是在接水的世界里面 阿公最后生气了你知道吗 他躲在房间不出来 阿弟他的外用去从门洞上去偷看他 他就把手起来不出来了这样子 阿弟说没关系 肚子饿就会出来了 刷鼻气 对对对 所以他算是比较特别 一般很多老人家这个越老 可能有时候这个越活越弱势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很怕子女不照顾 所以就很委屈这样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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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有主见他很棒 所以这三年对你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过去认识是因为这个生态片 是是是 对对对 这个算是跟人文 对对对 人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我我一直觉得 其实一个影片要有人的味道才会好看 要人的情绪的张力里面在里面才会好看 所以其实在这三年里面 事实上我们的团队学到最多 我都开玩笑跟我们团队讲说 其实人家付钱让我们去学新的东西 然后还学到很多人生的经验 事实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好谢谢我们的邱导 为我们介绍这个新片的花落盛开 谢谢